因為我們拿到這些都是平衡心 平衡心,沒有開不開心 都是做好一點給街坊熟客 當然拿到米芝蓮人 都是給自己一個肯定的面 很多人聽到米芝蓮三個字 都會覺得一定是貴價的餐廳 但紅磡這間開業了26年的街坊小店 剛剛今年初就首次榮獲米芝蓮的必比登推介 我們是1996年9月去的 吃雲吞、碎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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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餃、碎餃、碎餃都是自己包 第一次來到 一定要嘗試給米芝蓮點名推介的貼飯 見老闆30秒功夫 就包完一個非常熟悉 我們幸好是 一個都不會包在這裡 是客人叫我們才包 因為貼飯是熱 糯米很熱 熱就會令油條、肉鬆軟了 把油條捲出油條 吃下去就不好吃了 新鮮包就脆口一點 店舖選用泰國糯米 包著新鮮的油條、榨菜和肉鬆 聽上去好像很簡單 但每一個都要做到新鮮熱辣 糯米香軟、粒粒分明 油條也要保持到剛剛炸起的香脆感覺 肉鬆鹹中帶甜 配合榨菜獨有的鹹味 每一樣食材都可以平衡得宜 而酸辣湯的材料亦與別不同 加入了番茄去煮 味道分外酸香 酸辣湯是香港人 比較小和番茄 其實人家北方人 包括北京買的酸辣湯 有人加番茄 番茄的好處是 以前是加豬紅 但後來沒有人加豬紅 沒有人加豬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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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加番茄 想吃得更地道 就要吃他們的鹹豆漿 每日新鮮煮的豆漿 配上銀蝦、仔肝、炸菜、蔥、油條和豉油 蝦乾的味道咸香香口 令人越吃越起勁 很足料 比起外面吃到的大塊 我很喜歡油炸的鬼 而且我看到它是剛剛包給我 豆漿是我喜歡的味道 有豆香 不錯 平常6點到7點 回來做豆漿 回來做粗飯 一邊一邊去面 做麵做菜 辛苦 當然現在 老闆六十多歲 每日早上6點 就會到店舖開工 一做就做到晚上 差不多10點多才下班 幾乎年中無休 而兒子Jason 平時放了工 都會去幫忙打點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 年紀大 大家都年紀大 家人年紀大 那些工作很多年都很辛苦 一定要有年輕人來幫忙 才有動力 否則很多事都做得很麻 令到米智蓮之後 店舖的知名度大增 很多人專程來到排隊買癡飯 亦都變相令到店舖的工作量大增 最後Jason就索性 工都遲了 決心一家人拍照 因為我都是回 我平時都是回Ship 我沒有效應之前 在米智蓮效應之前 都可以應付到 但是現在客戶都多了 多了大家支持 老人家做了這麼多年 他又去自己 一會兒堅持的事 他獲得獎 很高興 然後便開始想 我需要幫他傳承 所以最後打算回來試試看 看看能否做得到 店舖小小 但充滿人情味 很多街坊都已經幫襯了很多年了 我們有些街坊是三多人在這裡 汪塞我們 20多年 很多很多 有些社會之後 以前在這裡工作的 那些 走到第二道都回到這裡找 我們聊天 很有情感 如果有時間 不如進去喝杯豆漿 吃個癡飯 感受一下 這區的舊區小店情懷氣氛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